画音令王牧亲到华山求见先生 至九十言 见光光一片石头 绝无半间茅舍 乃问道 先生秦旨在于何所 臣团大笑 吟诗一首达之 诗曰 彭山高处是吴宫 初级凌风跨小风 台谢不将金锁碧 来时自有白云风 王牧要与他伐木见安 先生顾辞不要 此周世宗显得年间事业 这四句诗直达地听 世宗知其高事 照而见之 问以国作长短 臣团说出四句 道是 好快木头 茂盛无赛 若要长久 天虫饱盖 世宗皇帝本姓柴 明荣 木头茂盛 正和姓名 又有长久二字 直到是家赵 却不知赵太祖 带周为帝 国号宋 木字天盖 乃是宋字 宋朝享国长久 先生以欲之意 且说世宗要加陈团 以极品之绝 陈团不愿 坚请环山 世宗彩 来时自有白云风之巨 赐号白云先生 后因尘桥兵变 赵太祖 披了黄袍 集了地位 先生是 成驴道画阴线 闻之此事 在驴背上 拍掌大笑 有人问道 先生笑什么 先生道 你们众百姓造化造化 天下是今日定了 原来后唐末年间 契丹兵起 百姓纷纷避乱 先生在路上闲步 看见一妇人 挑着一个竹篮而走 蓝内两头做两个孩子 先生口吟二句道是 莫言皇帝少 皇帝上诞挑 你道 那两个孩子是谁 那大的便是宋太祖赵匡印 那小的便是宋太宗赵匡义 这妇人便是杜太后 先生二十五六年前 便石头宋朝的真命天子了 有一日 先生由长安市上 与赵匡印兄弟和赵普 共是三人 在九四饮酒 先生亦入四孤饮 看见赵普坐于二赵之右 先生将赵普推下去道 你不过是紫薇园边一个小小星儿 如何敢站在上位 赵匡印齐齐言 有认得的指道 这是白云先生陈团 匡印就问前程之事 陈团道 你弟兄两个的星比他大得多了 匡印自此自负 后来定了天下 屡次拆官迎娶陈团入朝 陈团不肯 后来赵太祖守赵促之 陈团相使者说道 创业之君 必须尊崇体貌 以示天下 我等以山野废人 入见天子 若下拜则为无性 若不下拜则泄其体 是已不敢奉赵 乃于诏书之尾 写四句附奏云 九冲天诏 修教丹凤贤来 一片野心 已被白云留住 使者负命 太祖孝儿致之 后太祖宴驾 太宗皇帝即位 念九四中之旧 赵与相见 说过戴以不臣之礼 又此御诗云 曾向前朝昊白云 后来消息咬无闻 如今若肯随征兆 总把三丰祈与君 先生见诗 乃乃福华阳金 不刨草旅来到东京 见太宗于遍殿 知识常依道 山也废人 与世隔绝 不惜跪拜 往陛下幽荣之 太宗赐作 问以修养之道 臣团队 臣团队道 天子以天下为一身 家令白日升天 景和一于百姓 今君名臣良 兴化勤政 功德背乎八荒 荣名流于万事 修炼之道 无出于此 太宗点头称善 愈加敬重 问道 先生心中有何所欲 可未朕言之 臣团答道 臣无所欲 只愿求以敬事 乃次居于剑龙道观 其实太宗正用兵 征伐河东 前人问先生胜负消息 先生在使者掌中 写一修字 太宗见之不乐 因君马已发 不曾停止 在前人问先生时 但见他闭目而睡 憨吼之声 直达户外 明日去看 仍负如此 一连睡了三个月 不曾起身 河东军将 果然无功而返 太宗正当接探 忽见臣团 道观野福 逍遥而来 直上金鸾宝殿 太宗见其 不照自来 甚以为意 臣团道 老夫今日还山 特来辞驾 太宗文言 如有所施 与家团以帝施之号 助公奉侍 时时请教 臣团固辞求去 常施一手 施云 草则 只不可留 特赐玉宴于都堂 使宰相 两进官员 据试作 每人致诵 行尸一手 以宠其归 又将太化全山 欲比叛与臣团 为修真之所 他人不得亲于 四号为白云洞主 西仪先生 听其环山 辞太平 兴国元年事业 到端宫五年 太宗皇帝 管二十年的乾坤 尚不曾立得太子 长子 楚王元左 因九月九日 不曾遇得玉宴 纵火烧宫 太宗大怒 废为庶人 心爱第三子 襄王元侃 为之他福分如何 口中不言 心下思想 唯有西仪先生 臣团 最善向人 当初在九四中 就向定我兄弟二人 当为皇帝 赵普为宰相 如今得他一来 决断其事便好 转念由魏了 内事报道 由太化山楚氏臣团 扣宫门求见 太宗大惊 及时宣进 问道 先生此来何意 臣团答道 老夫之陛下 胸中有疑 特来觉知 太宗大笑道 朕故宜先生 有前知之术 尽果然也 朕东宫未定 有湘王元侃 宽人此爱 有帝王之度 但不知福分如何 相相之福 何必见湘王哉 太宗之意遂觉 即日宣诏 立湘王为太子 后来 真宗皇帝救世 臣团在京师 又住了一月 忽然辞去 仍归九十言 其时 有门人 木伯长 崇放等百余人 皆注视于化山之下 朝夕听讲 唯有五龙折法 先生未尝受人 呼一日 前 前门人被 于张超谷口 高言之上 早已实施 门人不敢违命 事迹早成 先生同门人 网关之 其言最高 望下云烟如翠 先生指道 此毛女所谓 相降入翠烟也 无其归于此乎 言未必 屈膝而坐 回门人驶去 右手之仪 闭目而逝 年一百一十八岁 门人还手其失 至七日 容色如生 肢体温软 异相扑鼻 乃至为时辖成之 仍用石盖 树以铁锁树杖 置于时势 门人方去 其言自崩 遂成陡绝之势 有五色云 风筑谷口 弥月不散 后人 音名其处 为西夷医匣 到徽宗 宣和年间 由闽中道士 徐之常 来游华山 见 匣上有铁锁垂下 之常 攀缘而上 置于时势 见 匣盖 七侧 其而观之 唯有仙谷一句 其色红润 香气逼人 之常再败毙 为整其盖 赴攀缘而下 其时徐之常 得姓于徽宗 官拜 左阶道路 将此事 奏之天子 天子 拆之常 积玉香一柱 重到西夷匣 要取仙谷 供养在大内 来到匣边 已不见有铁锁 但见云雾重重 威严必立 叹息而返 至今 西夷先生 退股在张超谷 无腹有人 见之折矣 有失为正 从来处世 窃明府 谁似西夷 闲到头 两瘾明山 恭孝傲 四辞朝命 啃烟流 五龙折法 前人少 八卦神机 后学求 片片白云 迷霞锁 十床高卧 足千秋 窃 中 三 二 二 二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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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